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 这个是从手背来看 非常的秀长 手指,特别是小指 小指长于拇指 这种人是清闲自在 衣食无忧,富贵自天来 说的就是小指的 形态非常的好 小指长,小指过三观 已经长过了拇指 说明子女和婉元的运势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是典型的断掌 首先一个手掌厚重 首先方正,龙肠虎短 迅宫红润,饱满高突 有财富文,有夫子言 典型的富贵赤手 有官运,有贵人文 那么缺点呢 就是断掌带来的过于固执 不太喜欢听别人的意见 脾气比较急躁,过于斤斤计较 有这种手相 这个脾气如果是能改善一些 处理好人际关系 事业财运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 断掌的人呢 是偏独断专行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呢是我们说五个手指头 分别代表不同的家人 母指,父母,食指,兄弟姐妹 中指是自己 无名指呢象征着婚姻 跟另外一半的一个代表 那么小指呢是代表孩子 同时呢小指也是有其他的意义 代表着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此外呢小指 我们这个看这个手指啊 手相啊 手的掌部啊 三大主线 非常的清晰深刻 加上小指非常的长 将来这个子女的运势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图片当中 看一个龙头纹啊 龙头纹跟凤尾纹是相对应的 也要相呼应 那么凤尾纹呢 我们说是感情线尾部 有三条比较均等的分叉 那么龙头纹呢 就是指智慧线 有三条往上的分支 记住啊是往上啊 这个我们说主线上的支线呢 往往是往上的支线 是有好的寓意的 那么龙头纹说明 此人命格属于人中之龙啊 心理素质过瘾啊 有大智慧目光长远啊 即使出身不好年少贫穷 也能够啊 这个人穷至不穷啊 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 和强盛的运势 翻身做老板 这个是龙头纹的寓意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 像风水方们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